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到立法會出席短問短答質詢環節 林鄭在會上表示提早舉行答問大會 以討論人大完善選舉制度 她又感謝絕大部分議員 以及200萬名市民網上表示支持 她強調完善選舉制度將會有助香港社會撥亂反正 希望值此提升治理效能 林鄭又指下星期三首讀完善選舉制度修訂草案 她表示綜合草案修訂五項主題法例 以及多條附屬法例 將會涵蓋選委會界別分組的團體選民 地區直選分區劃分 候選人提名辦法、投票辦法等等 亦會依法規管操縱和破壞選舉行為 由於審議時間緊迫 當局會盡量配合立法會工作 以具體做法會徵詢組案委員會的建議 BIN